郑爽被安排到坐在自己的偶像胡歌旁边 然而由于郑爽性格比较内向 看起来竟然有几分羞涩 两人几乎没什么交流 郑爽只在一旁默默地玩手机 其实这也正常 在自己敬佩的人面前常常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能坐在一起就很开心了吧 有粉丝表示 郑爽和胡歌不认识而已 如果郑爽跟胡歌说话了 肯定会有人说郑爽倒贴 炒作什么的 他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参加各活动罢了 也没有想倒贴谁 胡歌在演艺圈很有名 郑爽没有和他搭讪的一丝 可以看出郑爽不是那种 谁红就往谁身上倒贴的人 之前和杨阳合作微微一向很清晨 私底下交流也不多 应该就是郑爽的性格比较内向 又或者是怕粉丝误会他借别人炒作 之前精英节颁奖晚会上 胡歌和赵丽颖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了 两人都超高人气颜值担当 男心中胡歌人品演技那是没话说的 赵丽颖在女心中也是非常不错 两人坐在一起十分扬眼 引来粉丝振振欢呼 赵丽颖曾说过 胡歌是自己的榜样 希望有机会和他合作 这次两人合作 赵丽颖看起来非常开心 何炯也感叹两人终于合作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赵丽颖刚出道的时候总是被黑 很多喷子都说他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不过幸好他用自己的实力向大家证明了自己 也获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认可 这两年赵丽颖在影视界里混得顺风顺水 呼风唤雨 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不绝于耳 而最近赵丽颖和霍千华又凭着他们之前演的电视剧《花千古》 火爆了一把 这次火可不是在国内掀起热潮 而是火到了其他州去了 《花千古》的总播放量超过了230亿 这样的成绩其他华语电视剧无法与其同日而语的 这样的好成绩也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近日纽约时报就以半个版面的篇幅专题报道了此事 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和轰动 这让霍建华和赵丽颖他们都红到地球的另一边了 朋友感觉赵丽颖真的很美 所以她的剧《我必看》 最近刚刚看完烟织 果敢聪明的蓝烟织被丽颖诠释得淋漓尽致 很喜欢烟织的那一份气质 青云之旅的必摇 一席轻衣 一平一笑 也让人爱得不要不要的 只是很让人心疼太瘦了 最喜欢看她吃东西 因为太可爱了 同时她那么瘦了 也希望她能多吃点 很利的气质 说来就来 有颜值又有实力又肯努力 丽颖 你的路肯定会越走越顺的 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肯努力的人 更何况萤火虫会一直支持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黑她 我自己是没办法理解的 她已经那么努力的要做好一个演员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体谅别人 去看到别人的好 不要一味的去指责 丽颖是个特别耿直的女孩